您可以用日常物件代替一把尺子 让孩子有兴趣地去学习量测 举个例子 您可以拿一支铅笔 问孩子 这个桌子是多少铅笔长 您可以展示给他们看 数数要多少支铅笔 可以从这头排到另一头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然后孩子可以找其他的东西去量测 您可以用任何随手取得的物件 当成量测的工具 这么做可以帮助孩子享受学习量测的乐趣 五 三 四 三 三 四 三 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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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